就有點像這樣子 YO 各位好久不見 今天呢我們要學切球 那切球我特別喜歡呢 因為其實也是我恩斯嘛 所以他教我的切球方式 對我來講切球最重要的東西是 你能夠靠你的身體跟手 產生出多少的速度 就是在這個揮拍的時候 因為呢當你能夠 產出很高的速度的時候呢 你就能夠控制這顆球 你就能夠控制旋轉 那切球我先講他的動作 基本上的樣子 拉拍呢是拉到 有點像頭的後方 你如果看Fedder他這個動作 其實蠻明顯的 他的拍頭呢會在他頭的後方 拍的這個地方呢 會有點朝 左邊 然後這邊會有點 超過90度微彎 那切下去呢 只要往前踩的時候呢 其實是靠 下面三隻手指頭 就跟那個截戟一樣 下面三隻手指頭 配合到 每個關節 一二三 這三個關節 一起去帶動一個切條 帶出一個 很快的一個切球 又有點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基本上呢 切球有兩種切球的方式 這是大家比較不知道的一個小小秘訣 切球呢 有分六點鐘方向的切球 跟有點像是十二點鐘方向的切球 一個呢 是你切下去的時候呢 你是從球的這個下面 這樣子 有點像六點鐘去切到它 另外一個呢 是有點像正面的 這樣子 帶一點點角度 但直直的這樣往下 所以一個是拍面這樣子一點 一個是拍面這樣子一點 那這兩個的差別呢 其實很大 當你是把在球的下面打到的時候呢 球彈低之後 它會彈比較低 但是會彈得比十二點鐘要來得慢一些 當你是這樣子切的時候呢 就是十二點鐘的切法的時候呢 球呢 彈低之後它會往前衝 所以一般像很厲害的切球呢 像Federal 或者是一些以前很厲害的一些人呢 他們在打這個切球的時候 他們故意會混在一起打 所以就會變成說 一顆球是低 然後稍微慢一點點 然後第二顆球可能就會打十二點鐘呢 就讓球 一樣的軌道 但是彈低之後它是往前衝的 所以我先來示範一下十二點鐘的方式 動作長得一模一樣 只是你的軌道稍微不一樣 然後它最大的重點就是 你能夠加多少的速度進去 差不多像這個 那通常十二點鐘呢 因為拍面是長得比較平 所以它其實打到球的時候 它會有點開始直接往下降 那打到這個的時候 你可以控制到它稍微往上 所以通常你打十二點鐘的時候呢 我會建議你在球比較高點的時候 去打它 OK嗎 因為打到之後它是開始有點往下降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種切球方式呢 就是打到球的 四點五點的位置 那這個球呢 是它彈力之後呢 它會再往左邊轉 所以會長得有點像這樣子 通常我們在比賽的時候不會打得那麼轉 通常會打得有點像這樣子 長得有點像這樣子 那剛剛我為什麼中途換拍呢 因為這支是選手拍 這支是錦之貴的選手拍 剛剛那是迪卡龍的 市面上買得到的拍子 兩個拍子呢 打出旋轉的容易度會不一樣 你會看到說為什麼 直接選手的球呢 他們可以旋轉的那麼多 其實跟他們拍子有很大的關係 這種拍子你怎麼切 其實效果都蠻好 其實你也不用太去想它的軌道 通常你只要往下切 你就能打出一個很不錯的切球 但是呢 你在用一般市面上的球拍 你要打出那個六點半的切球 就是比較低的切球的時候呢 你是要稍微順著它的軌道 所以它會有點像是一個 45度的軌道 打到球之後 你手要稍微再往前送一點點 才能夠把那個球 往那邊送過去 所以會長得有點像這樣子 就是 切到之後呢 切到之後呢 我手再往前順一點點 那如果要打 往右邊的球呢 其實很簡單 一模一樣的軌道 只是說你要打到球的 左邊 側邊多一點點 所以我打得像這樣子 這種樣子 那你剛剛可以仔細看 我們假如說球網在這邊 其實我們不希望它直接貼網 其實我們希望它是在網子高一點的位置 差不多這麼高的位置 過網 一部分呢 是因為安全的 你就比較不會掛網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因為你這樣子的話 那球才能夠 靠近底線多一點點 因為我們希望 對方是在很靠近底線 很靠近底線的地方打到 而且 打到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它 因為它不好處理 所以因為球很低又很重 所以它打到的時候呢 它要多出很多力氣 去把它炫回去 那一般我們在練這個的時候呢 我建議各位呢 就是拿一籃球 然後其實可以找一個 像網子 就是球場旁邊的網子 然後就像 你現在後面有個網子 我就這樣子 先從這邊拿到 我頭的後面之後呢 把球這樣放下去之後 靠下面這三隻手指頭 去做出來 所以會像這樣子 可能差不多這樣子之後 拉拍 刷下去 那在那之前呢 我建議你們可以先去 用揮空拍的方式去練習 然後練習一個 能夠讓它很炫暢的 很自然的 放出去的一個 一個感覺 因為網球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抓出 順暢的力量 所以當你這種順暢力 讓你抓回之後呢 你自然的 就能夠在那個 軌道上面加一些力 我覺得我抓到之後呢 就可以很簡單的 這樣子 那我打這個網子其實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不用一直撿球 那這邊我抓到 習慣的力量之後呢 我就會試著 超長力這樣子 剛剛那兩個球有點太低喔 不過你們看得出來 其實它彈力 浮度非常的低 那在打切球的時候 還有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重點呢 就是你希望 你每顆球呢 你的重心是往前踩的喔 我的老師 Marcel他常常就會盯我這個東西 但是當你做到的時候 你就真的能夠打出 很不錯的切球 所以不管是球在哪裡 如果球是很靠近我們的時候呢 我們拉完拍之後 要稍微後退一些 後退完之後 腳再往前踩 去切它 如果球在我們身體前面一點 我們一樣拉完拍之後 腳要往前踩 去切它 當你能夠這樣做的時候呢 你的切球其實就會很不錯 那一般我們切球的用法呢 有一部分是防守啦 有時候我們是 做球 有時候我們是攻擊 那大部分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做球 因為球它彈力的時候是非常低的 所以當對方打的時候 它是某種程度是需要把它炫起來的 那這時候炫起來之後呢 球就會高過於往 這個時候呢 大部分的人會選擇 三針拍過來 然後直接打一個 很大力的一個平起球 往下壓 像Delporto他就是這個很出名嘛 因為他之前也是做手受傷 反拍受傷嘛 所以他後來改很多用切球 切完然後抓到機會 他就直接閃過來 高球直接壓下去 對方幾乎沒什麼可以招架的 真的不錯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在上網的時候 其實當你的 你能夠抓到那個感覺的時候 其實你想要怎麼樣運用它都可以 那像是刷點中的方式呢 其實是比較進攻型的齁 然後他也是一樣 他會逼迫對方失誤 或者讓對方那個球沒有打好 讓你掉一個球可以攻擊 為了大家福利 我們的攝影師正在賣命 那我剛剛跟他講說我不會打到他啦 基本上我這樣打 這樣講的時候幾乎都會打好人 開玩笑 開玩笑 看一下喔這個角度 好各位那希望你們喜歡這集 然後有任何問題 關於切球的問題都可以問我 那就先這樣喔各位 希望你們喜歡 拜拜 拜拜